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已经递请人大释法的了 就是关于黎智英 可不可以请英国御用大律师 跟着谭耀宗 直接说我们可以 将黎智英先生 送回去大陆受审 跟着梁美芬就在那里说 哇 这些全部都有事实根据 事实上他们三个 一个是特首 一个是人大常委会 常委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基本法 的委员会 的人 这三个就是代表了香港 结果人大代表 这一次的会议 没有将人大释法放出来 就是李家超 你递了上去 人家不理睬你 律战书 就是兜口兜面 刮你一把 那结果 谭耀宗 真是狠狠猛猛的 本港都有方法可以处理 有关问题 但虽留待法律专家 特区政府考虑和研究 跟之前180度那样转了风 而李家超 他更加说相信法庭可处理 如果是法庭可处理的 你做什么要递交人大释法 无此程度去到这样 那当然了 去到梁美芬 不释法 就是选行 由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 按港区国安法第十四条制定机制 处理海外律师与国安法案件的争议 对不起 病正在演两颗 那由头到尾 就只是说这三个跳梁手 小丑在那里自吹自擂 在这里还要加个汤家驊 那汤家驊现在中了病毒 那死不死就不争取了 跟着大律师公会 直接和认 说没问题 我不知道公民党梁家杰 会不会出来说 虽然他们解散 现在还没解散都应该出来 说两句 包括余若美 甚至没有案的 就是已经完成了所有案件的 不可以都应该出来说两句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小小事 为我们要求人大释法 大陆管 第二届他回上去 等他判 破坏香港的法治 就是这帮跳梁小丑 今时今日 只要人大一锤定针 三条这样的狠样在那里 闭口闭面 接着 行的 我们香港处理得到 处理得到 你搞什么东西 是吗 有时见到这帮人 难怪我明天做一天不收声 我应该明天会好 待会回去浸过热水梁 没得浸在家里 花沙 今晚天寒地冬 浸一浸舒服点 明天一人不收声 跟大家讲 年度的字 吊字 跟大家讲清讲楚 你是连香港发生了什么事 究竟 为什么要吊 吊谁 一幕过 明天尽情 一个钟头 两个钟头 三个钟头 吊他 节目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赞 最终分享订阅 读读 看广告 可以说加入会员和比赛 大表安天娜 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拜拜 拜拜